主料,海鱼200克,瘦肉50克,芥菜100克,主量,姜片一块,葱盖三根,花生油一勺,盐一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食料海鱼清理干净后备用,少量,瘦肉结丝,将鞋片,葱鞋断备用,芥菜洗净在中间切断备用,锅内水开后,倒入海鱼到锅内,加入加入锅内盖上锅盖, 在水带开后,就马上把鱼捞出来,加入切好的树肉入锅内,倒入芥菜入锅内,加适量花生油,加一勺盐调味,葱花放入锅内即可,烹饭技巧,水一开就要立刻把鱼捞出来,这种鱼很容易熟的,煮得久了就烂没了不好吃了,捞出来的鱼里面,加点花生油和酱油吃,要放多多的姜,不然鱼汤会很腥, 芥菜入锅内煮熟就可以了,不要煮太久,太久颜色变了,也不好看口感也不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